我的答案是 雞翅 手力 為什麼不選雞前胸 因為感覺雞翅比較好吃 我沒問題 哪一個好吃 告訴大家 我們世界排名第三的雙打國手 為什麼考驕到會撞安全島 因為我很緊張 然後進去的時候比較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都是進去有問題 一直會壓到線 你一直壓到你就沒了 我打了個半天 肌肉是會流失的 因為我們教練也是 教練 我們教練 也是 肌肉流失 蠻嚴重的 你教練的肌肉流失 為什麼你笑得出來 你大概在開心什麼 沒有 真的 就很像講他的壞話 因為 做的嘉賓都是運動的狂熱分子 現在來來遊行什麼運動 問問他們就知道了 歡迎大家 介紹我好久不見的朋友 他們離開這個行業 好久好久 他們還活著 就證明打不死的蟑螂 是真的存在的 歡迎單車健身大叔 PO2 歡迎你們帶領兄弟 森哥好 大家好 我們是PO2 我是解釋柏 我是馬鳴 最近我們發行的 待會兒再介紹 您稍安物照 大哥 冷靜 第二位 是愛鹿跑的夜貓DJ Danny 大家好 第三位是 明星羽球隊的狂人李 第四位是世界排名的羽球王子 王麒麟 啦啦隊女神菲菲 你好 菜鳥高球狂粉 我又來了 今天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 當然是非常特別的 世界排名第三的王麒麟 好棒喔 雙打排名還是單打排名 雙打 我不打單打 你為什麼不打單打呢 單打太累了 不是 場地太大了 我要需要朋友來幫我協助一下 單打太累 你這個好意勿勞的東西 聽說還是李懿的好朋友 對啊 我剛剛畢哥搭檔 我們是 他現實生活中 比賽場上的搭檔是李楊 然後明星賽場上就是李懿 你知道嗎 他一直想要取代他的搭檔這樣 他的搭檔對不對 對... 老朋友出來了 他以前曾經在蟑螂合唱團的 兩位兄弟 你好 你好 賈士伯 賈士伯是大哥對不對 對 你是老二 老三 今天你們推出的單曲 對 最近推出了 歐寶貝都會節奏420的單曲 對 歐寶貝都會節奏420 歌名要這麼長嗎 對 因為現在做的話 版本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一定要註明清楚 對 那420 都會版本420是長什麼樣子呢 都會節奏的編曲風格 歐寶貝可以有什麼樣的都會節奏 有沒有說歐寶貝 歐寶貝 歐寶貝 這都會節奏是歐寶貝 是哪一種 它是比較HIPHOP跟TRAP MUSIC的 的綜合 對 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各大數位平台都出去了 多多支持 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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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們的單曲 這個歐寶貝 都會節奏420版本 大家都很喜歡 好不好 謝謝 歡迎兩位 好久不見 好了 尤其本華麗圖書館最高層級研究員 蔡上華叮嚀兩句 大家好 我是你的研究員蔡上華 運動 除了可以雕塑體態 更能讓你的反應靈敏 因為我們的資格賽 就必須要快橫折 一次不差 才能夠進入到 九宮格攻略賽 可以請你的個人尊屬體庫 達到的三題有獎品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夠開啟Super9 十萬大獎 就能夠讓你帶回家囉 希望今天大家多努力加油了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灌籃高手 更是高爾夫男神的 森本長 好 加油了 進入我們的資格賽的 第一的提示 幾個五秒 什麼是競技的韻律 難道是 第二題是 再看十秒 這應該是很針對的這個 王綺麟 答案是 體操 對 對 競技體操 韻律體操 特技體操 有氧體操 這個是送分題的 體操答對面 恭喜 非常厲害 謝謝 再來 平衡目 翻滾吧 男孩 好 王綺麟果然厲害 來 請就位 漂亮 王綺麟同學 台北勢力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目前是體育系碩士的賽子專班 是 目前是世界排行雙打的第三名 像你這樣的身材在羽球界 算不算標準身材還是特別高 偏高 偏高 因為國外像歐洲還有中國 也都有一百九還有兩百的 可是也只有三四個 他們封網也太容易了吧 掉往前球太容易了 可是就不夠靈敏 因為高的人可能在轉身 不會 就跟你打雙打就好了 對 就是在 因為雙打需要快速移動 因為可能就是左右 左右一直橫移 一直橫移 魚球就它兩邊掉 一定是這樣子 對 往前掉 可是跟矮個子比起來 就是敏捷度 肯定沒有矮個子好 你看戴姿勳多六 對 像現在世界男雙排名第一的 兩個都才一百六萬 好小 這麼矮啊 真的 他們是叫做 那你一個殺球不打死人啊 對 他們是小小兵組合 小小兵組合 還有小小兵 原來他們是一個眼睛的 加起來 黃色的 而且都穿黃色的 對 他們還穿黃色 對 這樣很可愛耶 對不起 我笑得太用力了 先看今天 你為了什麼 要認真拼搏一下 來 請開孟皇大獎 這一集的本集大獎 你看一下 迷彩峰順開後背包 還有一個大獎 在前面正在動的那個 他在幹嘛 自動按摩床 這不是靈異現象 它是按摩床 從頭到腳 再三位大獎 在後面 最後面那個白色的 它是順時調溫進水器 五萬大獎在右邊 那是個家庭 像家具一樣的音響組 十萬大獎 是最懂你的全智能靜音馬桶 來 準備 看一下五分鐘 他王晴霖要面對的題目 由哪些去公布 這是你人生的第一套題目 弟弟 羽球去歷史 你是羽球男雙國手 當然對羽球發展是了解的 已經打了快二十年了嘛 對不對 也應該了解 日本料理比 打羽球比賽 所以每年都會去日本 當然會在那邊好好的感受一下 他的美食 肉食挑撲位 你就是肉食主義者 運動員要攝取蛋白質 所以肉必須不能少 很重要 鋼琴治療法 人那麼高個兒 竟然彈了四年鋼琴 誰愛唱新歌 他喜歡 特別愛到KTV飆歌 對 有唱歌的喜好 喜歡音樂 烤照放寬線 這個很感人 烤駕照的時候 差點撞到安全島 很感人 好 外送 外送 定購鵝 他很常叫 動漫角色迷 他非常喜歡動漫 尤其有收集公仔的習慣 有 非常好 弟弟從哪裡開始 那當然是從羽球開始 應該的 一定要 相信 應該很知道羽球一開始在 在中國的歷史上 什麼東西是羽球的前身 板球 他前身是板球 是吧 還是箭球 你要大聲一點喔 大聲一點嗎 要不然我以為人家說夢話 沒有... 你還在緊張 還在緊張 對啊... 現在緊張就完蛋了 我想要那個馬桶 所以要保高 你現在要對抗這個結界 你知道 這是你的 你要在這邊好好的發揮 沒有人能夠破壞你 好 加油 加油 羽球距離史請出題 羽球最早出現於印度 英文說法呢 則是 Badminton 請問這個名稱的由來是什麼 A 神奇的名稱 B 比賽的場地 C 發明者的信訊 Badminton 對 我的答案是 B 比賽的場地 對 為什麼比賽場地叫做Badminton 因為他第一次辦在英國的 博明頓 博明頓莊園 對 所以後面就用博明頓 博明頓就變成Badminton 比賽的場地就在Badminton 請 起腳 看來是宋芬提啦 非常 這是因為他們打羽球 我們不打羽球知道 Denis知道 不知道 好 其實現在羽球的前身 是古希臘時期的版羽球 但是後來經過了改良 它已經變成兩種不一樣的運動 那一開始是在印度流程 那個時候是以印度的地名 稱之為普納 就是普納 那後來傳到了英國之後 因為是在Badminton莊園 展開了第一場的公開比賽 所以後來就以Badminton 來稱呼羽球了 第二題 外送訂購了 喜歡叫外賣 因為 因為自己住外面 沒有 我們出國回來隔離 然後 當然 隔離的時候他隔離餐 可能吃不夠 所以我們都一直叫外送 每天都一定要叫外送 食量有多大 三碗飯 其實三碗飯 會不會太多 稍嫌多 所以現在慢慢剩兩碗 在你的餐桌上一定要有什麼 肉 一定要有肉 然後 牛肉還是豬肉 雞肉 我主要都吃牛肉 然後還有飲料 一定要飲料 對 我都喝飲料 我一定要喝飲料 好熱量 手搖飲 請他們吃飯啊 陳哥請他們吃飯一定要吃那種 吃到飽 好 不然你也料洗 好 當時請過一次就 覺得以後改吃到飽了 比較划算一點 對 比較划算 對 請出題 根據統計 疫情期間 美食外送每次的 平均訂購金額為多少錢 A 274元 B 345元 C 423元 270元 340元 420元 我的答案是 B B 請你鎖定 你猜的嗎 沒有... 因為我自己 平均訂購金額也都差不多 在這個價位 那是你 對啊 我想說大家應該 我都吃 食量都這麼大 我說那個為什麼不會274呢 太少了 又是你 沒有 因為 外送每次點的時候 那個都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大家都會忍不住 一直點... 然後就越點越多 所以274一定不夠吃 尤其是在買那種炭烤 還是什麼的時候 絕對會超鼓勵 其實你吃得... 其實你吃得很豐富 對啊 很多元 我沒有忌口 我什麼都吃 你有沒有發現一些事情 我們離題了 請你介紹 外送平均訂購金額是 來 1萬在巷子口了 王淇琳 那就 有動漫角色名 聽說收集的公仔有30個人 差不多 還有沒開箱嗎 收集什麼最多 七龍珠跟海賊王 動漫角色名 請 出題 請問經典動漫作品 七龍珠主要角色孫悟天 他的名字在日文是指什麼 A 天婦羅 B 關東煮 C 壽喜燒 我的答案是B B 請鎖定 你真的不假思索 你本來就知道 對 因為我很愛看動漫 所以我FB很常會划那個影片 然後有些就會說 可能七龍珠的一些 隱藏的一些小知識 或是他們家族的 因為喜歡 所以他相關知識都會去找 所以就是剛好划到 然後有看過 所以他在日文 他只是就是關東煮 像他另外一個角色的家族 是以內衣內褲的秘密 像特蘭克斯講 他們就是 真的是以內衣內褲 以內衣內褲的秘密 對 真的 沒叫戴瑞絲的吧 沒有 他說那個作者鳥三明就很 就是他的想法很特別 就是會以內衣內褲 或是絲的 對 你知道嗎 是關東煮 請揭曉 厲害耶 好 七龍珠的作者鳥三明老師 他在畫的時候 其實他是希望 來向西遊記致敬 所以裡頭的角色名字 就出現了孫悟空跟牛魔王 那因為要延續這樣一個 東方風格的傳統 所以其他的角色 就有用了一些中華料理 比如說像是孫悟天 他是 那其實在這個 日文當中就是關東煮的意思 另外還有天津飯 它其實日文的意思就是 蟹肉燴飯 還有大家記得嗎 裡頭有賽亞人王子 他不是叫貝吉塔 然後他的弟弟就叫做 塔布爾對不對 那其實貝吉塔就是 然後另外塔布爾就是 那加起來就是 就是蔬菜 好特別喔 再三題向三萬賣景 肉食挑部位 牛肉喜歡吃沙朗還是菲利 還是紐約各爾還是樂園 還是 和牛 澳洲和牛 美國和牛 美國和牛 日本和牛 日本也不錯 澳洲比較好吃 你至少在踢到肉的時候 那個眼睛是有光芒的 不會發亮 你會發亮 我猜得太遲 燒烤和牛是他的最愛 王淇琳 肉食挑什麼呢 來 謝謝主題 對 根據健康網站公布 下列哪一個肌肉部位 每一百公克當中 所含的蛋白質最多 A 雞翅 B 雞大腿 C 雞前胸 你愛吃雞肉應該要知道的 愛吃雞腿應該要研究 我的答案是 A 雞翅 鎖利 為什麼不選雞前胸 因為感覺雞翅比較好吃 我沒問題來個好吃 他喜歡吃雞 Follow自己 那好吃的雞大腿也不錯 但我鍾愛雞翅多一點 不是選雞翅 雞翅的脂肪是比較高 不選雞前胸 覺得他答對的舉什麼 沒有 很好 覺得是雞大腿的舉什麼 沒有 雞前胸的 我覺得雞前胸 一致通過雞前胸 因為雞翅雞腿的脂肪量是高的 雞前胸似乎蛋白質會多一點 看來很多運動的人 他想要吃的選擇的白肉 也不會去選雞腿 人家選雞胸的多一點 是不是Dennis 是的 我健身這麼多年 當你最需要線條的時候 雞胸肉跟花椰菜 是你最好的朋友 因為他給你最多最多蛋白質 製造你最多的雞肉 你的肌肉就會跑掉 你的線條會出來 還可以換嗎 當然 當然 當然不行 一個健身這麼多年講的 他怎麼會騙人 請揭曉 居然對 恭喜全部淘汰 恭喜 好 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雞翅的部位 每一百公克 平均卻有二十三點多克 都是蛋白質 對於想現身的人來說 當然會想要補充蛋白質 但是重點是 在雞翅的皮很多 所以一隻雞翅 它的熱量就相當高了 有兩百三十七卡 那另外像是雞胸肉 其實它的蛋白質含量也多 大概二十二克左右 跟雞翅比就是 只是少了一公克 但是它的熱量卻是大大的減低 所以多半我們看到 想要增雞減脂的人 都會吃雞胸肉 那像豬里雞 其實它也不錯 那比較適合的方式 是抹點薄鹽去燒烤它 或者是去想辦法 把它的油脂給滴出來 那這樣子 其實又可以補充到 蛋白質又不會過胖了 來 再兩題 日本 日本 請出題 根據日本網站統計 日本人心目中 最愛的飯料理 前三名是 壽司飯糰跟什麼 A 蒸飯 B 茶泡飯 C 蛋飯 好題目 我的答案是 A 成立 你怎麼會選真飯 沒有 我用刪去 這麼厲害 刪去法 怎麼刪 因為我覺得茶泡飯跟丼飯都很好吃 啊 答案 蛋飯 大家都很喜歡吃 三生蛋蛋 蛋飯 對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吃 大家都喜歡吃 為什麼不是第三名 因為選不出來啊 我就把它都刪掉了 我就選 比較沒看過 你知道蒸飯是什麼嗎 叫輔金飯 就輔飯 輔飯是什麼 長得像我們小時候 灶上面那個鍋 煙水那個鍋有沒有 長得像飛碟一樣的那個東西 這輔飯千變萬化 而且一鍋燒到底 就像我們園中的那些雞湯一樣 煲湯一樣 很好吃的 我猜 我也會猜真飯 因為它很冷門 對啊 請揭曉 你這個猜對是屌的 我剛剛會做 好 漂亮 好棒 漂亮 三位在巷子口囉 王淇琳 第六題 新歌好了 真愛唱喔 真的很愛唱 特別喔 請出題 鳥會唱歌吸引飯裡 請問加拿大生物學家發現 下列哪一種鳥類 最近流行唱新歌 A 小加拿大燕 B 美洲金翅雀 C 白猴麻雀 你在猜對啊 我在猜 好 跟我們唱歌 KTV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的答案是 C 白猴麻雀 說你 太難了 會教我怎麼猜 會教我 那會有一個喉嚨嗎 唱歌啊 那喉嚨 跟唱歌有關 喉嚨 沒有啦 而且我今天還沒選過C 這也滿聰明的 好特別的一個 沒有選過C 滿聰明的 對 想法 麻雀比較容易 在平常生活看得到吧 像貼近生活 天野吊茶 知道大家在唱什麼歌 可能都在聽我唱歌 那我猜會猜麻雀 喉嘛 有喉嚨在唱歌 太合理 這樣才太合理了 你答對的話 我們全部起立鼓掌 好 真的鼓掌 就因為她是麻雀 因為她有喉嚨 所以她去追她 可以 來 請揭曉 起立鼓掌 起立鼓掌 好強耶 太強了吧 就不用臉考了 直接猜就 什麼意思啊 這樣子隨便傳言 不用玩了 白頭麻雀 其實是在加拿大的一種鳥類 那他們其實還滿特別的 大家就會想說 通常在麻雀當中 他們會有一些特別的歌曲 那頂多就是在地獄方面的流行 怎麼這一首歌 居然從加拿大的西部 傳到東部去全國的麻雀 都會唱同一首歌 結果後來他們才發現 原來是麻雀他們過冬的時候 就會遷移 那遷移之後呢 就會到新的地方交給新的麻雀 那他們為什麼要學新歌呢 因為這些麻雀他們要求偶 那只要學一些新歌呢 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技能 也比較好 能夠找到伴侶 因此呢 他們才會一直不斷地 學習新的歌曲 但是呢 這些麻雀他們只要呢 出生超過一百天之後呢 就會喪失了 學習新歌曲的能力 所以要越小的麻雀 才會唱得了新歌喔 很強耶 太強了 太強了 再兩題 妳就會跳到五萬 架招通常沒考好 我先彈鋼琴喔 請處理 請問哪一個古典鋼琴家 發現手指會不自主發麻 將硬後 曾嘗試用民俗療法來治療 A 巴哈 B 小邦 C 舒滿 再猜啊 民俗療法 鋼琴家 民俗療法 整股 拔罐 我的答案是 C 舒滿 請鎖定 大概怎麼猜的 你跟不講 因為 民俗療法治療完後 很舒服 董燦 這樣也可以 而且我剛剛C答對 要趁勝追擊 請揭曉 好可怕 神是降臨啊 一定要這樣子打才可以嗎 我們要為你上香啊 我發現你答題 打得比球還好 好厲害喔 舒滿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用功的鋼琴家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夠增加自己 練琴手指上面的力道 那結果呢 他在早期的時候 他就用了一些機具 來訓練手指的力量 其實呢 就在這個時候 產生了一些運動傷害 所以後來呢 他的右手的食指跟中指 其實呢 在右手手指上面的運用 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像他彈鋼琴的時候 就會痠痛 僵硬 所以後來呢 他就一直想方設法 想要治療它 他甚至嘗試過 把他的手指浸泡在那個動物 已經解剖開來的內臟裡面 因為聽說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讓他恢復 試了各種方法 其實都沒有很好的效果 最後發現 只要手彈鋼琴 他的手指頭就能夠復原 其實呢 就是運動過度了啦 太荒謬了啦 接下來我們就會知道喔 你在這裡答對就五萬 太荒謬了啦 然後就會跳 然後你就會拿到那個 然後就會再增加一個 我送你的東西 好不好 未來呢 這所有的一切 在1分44秒 104秒之內把它解決 OK 對於平均一題 有50秒可以思考 我會慎重考慮 不錯喔 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世界排名第三的雙打國手 為什麼考驕照會撞安全島 來 S型的時候進去很 因為我很緊張 然後進去的時候比較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都是進去有問題 一直會壓到線 你一直壓到你就沒啦 他壓兩次就沒 練習 搞不好 真的緊張 不要這樣子喔 我們成功還可以 我們現在只是閒流 把人看出來 你不要閒流就走了耶 緊張成這樣 對 練習的時候 進去常壓到 對啊 就所以那時候 考試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沒問題 然後就放鬆了 然後出來的時候 就有點荒涩 考照放寬線 要放寬線 來 請 這裡 為了落實聯合國身心障礙者 全力公約 交通部在去年 九月七號的時候宣布 有什麼症狀的患者 可以考照 考驕照 A 帕金森綜合症 B 眩暈症 C 癲癩症患症 C 癲癩症患症 還有72秒 這怎麼塞的 沒有 暈眩開一開 如果頭會暈的話 眩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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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開頭再眩暈 頭會暈的話 就很容易出車禍 危險 危險 癲癲症如果 開一開手突然 沒辦法握方向盤 它會有什麼症狀 會抽 抽搐 抽搐 就不能開了 對啊 就不能開了 那帕金森可以開 來 手抖得沒那麼嚴重吧 好像是耶 這我有認真思考過 你認真思考就完了 這我認真思考 你剛剛前面亂猜都對了 你認真思考就完了 真的嗎 請計較 是不是 炮金森也可以考教授 不能用頭腦 不能思考 為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答對 正確答案是 癲癲症患者 應該出乎大家意料對不對 那其實 在一開始 會規定癲癲症患者 不能夠考驕照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癲癲症發作的時候 至少會有一兩秒 是神智完全喪失的 那你想 如果是在高速行車的狀態之下 一兩秒其實差很多 所以非常的危險 但是隨著醫療的進步 現在其實 癲癲症的患者 大多數是可以靠藥物來控制的 因此後來聯合國就規定說 不能再剝奪這些癲癲症患者 他們考照的權利了 只要他兩年之內的癲癲症 都沒有發作 他可以拿著這個證明 來申請說他要考驕照 我們送個好東西給他 來 要送給王麒麟的是 CLEAR順時調溫淨水器 可自定水溫水量 一暗即出水 簡易更換濾芯 不假手他人 是台灣創新團隊研發製造 獨家APP監控 追求效率及質感的 生活智慧美學 送給你 希望你喜歡 謝謝 謝謝 您來 順時調溫淨水感 好了 請下一位給這個賽 王麥麟 全明星空略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籃籌碼的機會 第二回合的資格賽 各位 現在第二回合 第一個王麒麟 已經答了八題 下面一個出來 又答一個四五題 今天就會有四組都是豬 Oh my God 只有兩組參賽者 會不會發生呢 來看第一個題是 消失的情人節 這個是 剛才下檔的那部戲嗎 第二題是 再看十秒 Dennis 不然就沒得按了 答案是 黑佳佳 黑佳佳 這太難了 答對名 答對了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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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 對 我真的不知道 我終於上場了 我剛才想說 是不是票房那邊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Dennis Gottlucky 很好了 回來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好想你喔 OK 美國內華達大學 拉斯維加斯分校 飯店管理系 You know me Good 名校啊 這邊 來 看一下 他的第三套題目 請公布 D 聽歌配美食 他當然是熱愛音樂的 老外這一款 在美國加州出身 搭飛機過年去 去哪裡 當然去加州了 回家 對 每年過年 而且機票也特貴 超貴 球員養身法 他喜歡胡人隊 超級胡人迷 會蒐集很多東西 特殊唱片搜 有蒐集唱片 和CD專用房的一個設計 四萬三千張了 現在 四萬三千 四萬三了 西裝必搭物 他有很多套 訂製款的西裝 省錢招數法 他是省錢達人 然後都在YouTube上面 學習一些生活知識 愛跑馬拉松 他 就愛跑 打籃球 打籃球 健身房 馬拉松 夠忙了 我們從哪邊開始 球員養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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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個Podcast 專門講胡人隊的 叫做Wow Lakers 對 Wow Lakers Wow胡人隊 對 請注意 MBA洛杉磯胡人隊的心血 啄萌得透露 醫生建議他喝什麼來養生 A 啤酒 B 紅酒 C 威士忌 這個是 OK Andre Drummond 抓猛哥 從底特律然後到了克里芙蘭 埋斷合約 3分40秒 到我們這邊 先說答案 最近咬到啤酒 鎖定 醫生建議他喝啤酒養生 他的第一場比賽呢 一出場呢 他的大拇指被踩斷 就是那個 好痛 他的那個指甲被踩斷 那醫生說你除了休息之外呢 要聽說喝啤酒會讓你的指甲 長快一點點 據說是這樣子 所以有這麼一件事情 網路上傳來傳去對不對 有這麼一件事情 對 這兩場要回來了 為了指甲要長快一點 所以喝啤酒 他一上場被人踩到腳嘛 然後指甲就裂掉 斷掉 不見了 所以不是手指甲是腳指甲 腳指甲 大拇指 對 好痛 抓猛哥應該喝啤酒吧 什麼 請介紹 有一點合理 有 沒有 第一個刪掉的應該就是紅酒 對 運動員不太適合喝啤酒 啤酒有點像 啤酒傷骨頭 因為寒涼 所以運動 你如果看中醫師會叫 你看王啟奇他是不是 中醫師有沒有叫你喝啤酒 少喝寒涼的東西 有 那你是不是一直喝 對啊 對啊 你看 不要再跟他互動 好 剛剛在這邊待過的時間 夠扯 好 好 再次拿胡人要拚年吧 當然就要靠抓猛的 那但是他的身體 可得好好顧 其實對於他來講 除了現在是戒指紅肉 之外呢 居然醫生建議他 每天都要喝一些啤酒 來養生 好 其實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啤酒裡頭含有 細 細呢是能夠幫助 養骨骼的一個成分 所以呢 其實啊 他們在做科學家的 這個研究的時候就發現 每天補充一些啤酒呢 其實可以幫助減緩骨質 疏鬆 但他就想說 啤酒這樣不是很高嗎 這樣子喝不會變成大胖子嗎 但要提醒大家 你知道嗎 這些運動員 他們的身高跟體重 都是很重的 像是專門呢 他的體重是126公斤 加上每天大量的運動 他每天大概至少要 消耗5000大卡 所以是在經過精算之後 他是喝 比較少熱量的啤酒 然後也是有限度的 來 第二名 搭飛機過年去 請出題 請問飛機的機身 為什麼大多數是白色的 A 節省塗料成本 B 讓標誌比較顯眼 C 便於確認飛機燈號 三分二十秒 A A 搭手力 我大概就是AB在猜 飛機燈號一定看得到 基本上不要大5的話 像過年回家 運氣不好碰的大5 那燈號很重要 標示顯眼白色也不是很顯眼 什麼綠色 天藍色 紅色 你白底的話你的標誌 不管什麼顏色 都在白色上給你點出來 是 沒事啊 不是常做車子節目 要上網試試看 選配車子嗎 白色是不加錢的 白色是不加錢的 白黑是不加錢的 可是現在白色變主流了 選白色沒有比較便宜 除非你要什麼珍珠白 鐵灰白 一定是 都純白色是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我有點A耶 李懿有點懷疑 對不對 因為飛機一架都這麼貴 他怎麼會要省這個塗料成本 沒道理 他每一個零件 那麼精密都很貴 一架都幾億了 對啊 他哪有必要為了省 一架幾億 然後要省幾萬塊的 刷那個費用 比較常常刷啊 你家花那麼多錢裝潢 你怎麼可能會找一個自己 買油漆來刷 不可能啊 可是 逆向思考 因為如果是隱形飛機的話 它的塗料是比較貴 確實 所以一般客機的話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行了 對 理解上去 而且 在台灣有那個 就是修機棚 就是維護維修的 它的生意很好 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 為什麼生意很好 因為它成本低 那從這個方向去思考的話 就是降低成分 好啦 為什麼飛機的機身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呢 是節省塗料成本 還是顯眼的標誌 可以看得到 請介紹 答對 真的省錢耶 好 其實飛機啊 會把它塗成 會保持白色的 其實有幾重原因 一來是 白色 它其實比較可以隔熱 隔絕陽光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比較不會影響到 裡面的空調啊 那同時也可以減少耗油 所以其實白色 本來就已經挺好的 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飛機機身 其實很大喔 如果你要把它塗成其他顏色 它花費的不是幾萬耶 是上百萬 一百六十萬到六百五十萬 你才能夠塗完整架飛機 塗完之後呢 如果掉漆還得補 以及 其實呢 飛機啊有時候呢 你會轉賣給其他的航空公司 這個時候 你已經整個塗完自己 航空公司的顏色 你還得把它再塗掉 改成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所以久而久之 他們就習慣保留是白色的底 這樣子需要換Logo 方便很多 OK 一萬在巷子口了 Denis 收唱片 特殊唱片 收 你說三萬多少 四萬三 四萬三千張 四萬三 好多 天啊 請出題 人鼓唱片 是用人體骨骼X光片製作的 請問當時為何會推出 這一種特殊的唱片 A 緬懷過世的歌手 B 唱片公司推出特別版 C 不肖商人的盜版 人體骨骼 怎麼會有人鼓唱片這種東西 一開始的唱片 是用X光片做的 C C 鎖定 當初推出的原因是因為 不肖商人的盜版 你是猜的嘛 因為他們公司怎麼會出人家X光片 王菲X光片 也會 很特別 他說早 最早 這已經是上百年前的事情 可能是一世紀前的事情 然後緬懷過世歌手 那送一個小小骨灰灌不是更好 我欺負你 不行嗎 你以後我走我會送你一罐涉立子 那你希望我擺在CV櫃哪一格 你到時候會知道擺在哪裡 因為我會託夢給你 好 請揭曉 好痛喔 這個定量思考的今天 真的要走這種 好 其實這種人鼓唱片 是出自於在美蘇冷戰期間 當時除了在經濟上面的制裁之外 其實蘇聯他們也是禁止 西方文化入侵 可是好音樂大家還是想聽 如果想聽音樂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結果他們就發現 其實黑膠唱片的這個成分 就是乙烯機 剛好就跟這個X光片 一樣都是乙烯機 所以就有些商人 他們就去醫院偷拿這些 拍好的X光片 有手骨 腳骨 頭骨 反正總之就把它拿來做成黑膠 然後在上面弄音樂 當然它聽起來音質差很多 可是在想聽音樂的時候 也沒辦法嘛 就只好聽這種很特別的人鼓唱片了 第四題 加油 一定很確定 聽歌 美食 西裝一定很專門吃 洗裝 省錢 聽歌不會那麼簡單送給我了 不可能 老外愛這款 老外愛這款 看來他比較了解外國人 請出題 許多外國人對中文字深深著迷 國外網站調查 外國人最喜歡的字是什麼 A 自由 B 完畢 C 神聖 B 完畢 鎖定 完畢 因為老外 就是很不懂中文 所以在亂刺青 為什麼不選自由 自由字也比較少 刺起來他們可能看得懂 他看不懂的字 他們覺得就很屌 自由他們看得懂 他們完畢這個字 看就很複雜 可是他們就很愛 那神聖 那還有神耶 對 神聖可能因為 跟他們的信仰會比較接近 他們可能不想碰他 你看 有些什麼奴隸貼上去 人奴 什麼Marcus Canby 什麼 免族 對 免族 一些怪東西 免族是什麼 不知道 他就寫了一個免利的免 然後族群的族 他們的理由都是 字看起來很漂亮 有的他們是看到 在日本 日文的中文 漢字 它是外來文 漢字 對 漢字 然後他們 其實不知道說 那個中文的意思是什麼 可是那是 在日文的意思 是那個意思 他們只是覺得 好好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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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人 會談不過你 其實這些外國人 他們在喜歡漢字的時候 根本有時候都搞不清楚韓義 就只是看他的一個外型 那個形狀 感覺還滿喜歡的 他們就會隨便把它刺在身上 那像是完畢 他們理解當中的意思 就是代表著完美 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叫他們真的寫出這兩個字 他們常常都會把B寫錯 把下面那個玉寫成土 所以就是把完美的事情 做得一點都不完美的感覺 第五題 老師一定會考Dance歷史 I know you OK 省天招數 西 西裝 西裝必達物 西裝必達物 請出題 西裝的標配領帶 源於法國 請問最早是有什麼人 所帶起的蜂巢 A 宮廷大臣 B 傭兵 C 建築師 C就是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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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記得領帶是半人穿的耶 最早什麼人帶 什麼人帶起的蜂巢 什麼人 B 傭兵 鎖定 對 是猜的 聽過一個故事 當年打領帶是因為犯人們 他們需要被帶著走 所以每個人都用一根繩子 連著下一個波子繩子 然後前面有一個人 把他帶著這樣走 是嗎 一句 網路嘛 對啊 網路用說的 那跟傭兵怎麼辦 傭兵可能就是這些打仗的 牽著他的那個人叫傭兵 也有可能 或者是打仗的那個 那個囚犯是逼他上場的 的那一個戰士 所以他們就打了領帶 但是有這一說 就是後來他們 這些囚犯被放回去之後 就很不習慣 脖子沒有東西啊 所以他們就打一條繩子在上面 囚犯最好不習慣 怎麼脖子沒東西耶 就讓他們 蛤的人家知道我當過囚犯 所以他們就很不習慣 就嘴這邊沒有東西勒得很不舒服 尤其是綁著領帶 有那麼賤的人 脖子沒東西勒他覺得不舒服 網路的講的嘛 建議介紹 Oh my God 冷靜... 領帶其實起源於四百年前 當時法國正在經歷三十年戰爭 所以他們的國內就有很多 例如克羅埃西亞的傭兵 那這些傭兵他們的脖子上 都會繫一條紅領巾 所以那個時候路易十三國王就說 這樣子還滿好看的耶 後來就會有一些皇室人 開始打這樣的一個紅領巾 甚至路易十四 他就自己非常喜歡 這樣的一個打扮 才變成一個皇室的流行 因此也出現了領帶 來 第六題 省錢 省錢 招數房來請注意 根據網友投票 下何者是省錢的No.1 找數 A 自己帶便當 B 每筆花費都記帳 C 留意初清打折品 這個 妳在猜啊 好看喔 這個 省錢 是省錢的No.1喔 B 所力 還有1分39秒 自己帶便當 到底能省多少錢呢 留意初清打折的商品 你根本不敢買東西 每筆花費都記帳 有些錢 你是一定要花 你要寫下來 我花什麼錢 舉他答對的舉手 你又不舉 我不舉 他不舉 因為這個對我沒用啊 你記過帳 沒有我覺得 對 我是會選AR 因為你自己帶便當 你就會知道你有東西要吃 你就不會再花錢去買 那不會花錢去買呢 那譬如說有時候晚餐 又要聚餐的時候 你自己也有帶便當的話 就不會再想要跟人家去吃飯 其實我覺得上班族花最多錢 就是在跟大家吃飯啊 然後出去下班過後的這些 聚會 我覺得 請介紹 關一下START員智慧新幣 那真的是A吧 可是答案是C耶 留意初清打折平 好 要告訴大家 其實你只要知道哪一些時間 可能超市 大賣場要降價了 這個時候去買 就可以買到有折數的集齊品 其實就差很多 還有自己帶便當 其實也在前三名 因為畢竟自己帶便當 這一個月下來 至少可以省個四千五百塊錢 這一帳其實也可以幫助你 控管自己的金流 還有他們其實也提醒大家說 盡量用現金啦 不要刷信用卡 如果你一刷信用卡 很容易就會忘記 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錢 這種運動的大使 他們從運動當中 得到了什麼樣的收穫呢 一起來聽聽他們的見證 歡迎大家 第一位學霸健身教練 李佩勳 你好 陳佳好 大家好 第二位 WOW路跑主持人 Danny 嗨 謝謝 第三位 舉重世界紀錄保持人 郭興淳 有氧應援大使劉一昕 你好 愛健身的醫美醫師 顏百俊 哈囉 大家好 運動節目的女力班底 安逸喬 大家好 有氧心有在做運動嗎 你不是只是有氧大使而已 我吸的是氧氣 你吸 對 我吸的都廢氣 對 你吸的 沒有 我沒有時間運動 但是我都喝有氧飲料 今天聽說妳有要宣傳什麼事情 對 我們的品牌出了一個 氧氣龍猴一的一個單曲 氧氣龍猴一 對 完全把妳的那個品牌 完全放在裡面 對 老虎都有牙齒 對 都有牙齒 對 然後也把妳老公的名字 放在裡面 氧氣龍猴一 這好閃的一首歌 因為裡面就是我老公的 創業的歷程 他三十歲 三十年前的創業 到後來遇到我 所以MV拍得還滿不錯 滿溫馨的 找到真愛的感覺 對 愛是力量 氧氣龍猴一 她的單曲 謝謝 歡迎本華麗圖書館 相當高層級的研究員 本節目最漂亮的風景 財貿雙全的蔡上華女士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名研究員蔡上華 今天頭好重傷的 運動健將們 要來比拼腦力了 剛好我們的關卡 就需要手腦併用 要提醒大家 闖過姿勒的賽之後 連下九踢 才能夠入寶山 搶回十萬大獎 希望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交給 不管工作在忙 還是會記得去打高爾夫 高大 無威猛 曾館長 好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 新攻略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 請看我們 健身房有氧課程 這要講的是什麼 那有氧課程這麼多 有氧課程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有氧課程 還有劉一鑫 還有劉一鑫 發姓 拳擊 拳擊 洛基就是一個拳擊手 所以是拳擊還是拳擊手 拳擊 因為你要符合第一格 拳擊答對沒有 厲害 厲害 八包有手 有八包有手 當然就拳擊了 劉一鑫厲害了 好有氧 請就位 劉一鑫同學 劉一鑫同學 看到大家皇家大學 氣管塑石驗別 我們第一個出來 可以在最有力的位置 看到這一集 為你們準備的獎金 對不對 來 請開夢幻大門 這一集為你們準備的大獎 有哪些 一萬的大獎在前面 攜帶型的空氣加濕機 露營的保暖組 好 三萬大獎是智慧的投影機 五萬大獎是高級音響組 可以當家具擺設的 然後再來就是十萬大獎 你未來是需要的 迪士尼美語互動教材 親子居家首選 好了 即將看到劉一鑫的第三套個人題目 請公布 看清楚了 氧氣不能少 就是今天的單曲 氧氣落後衣 做生衣的原料 因為你有辦內衣 美生衣的牌子 你有內衣品牌自己的 對 對不對 然後表格思考術 你 表格控 表格控 什麼字都要列表 對吧 對 夫妻關係學 結婚三年了 維多利亞的婚紗 在維多利亞酒店辦週歲趴 家電熱銷榜 喜歡買小家電 對 台灣紅水果 是個水果控 音樂治胃病 因為你愛唱 你愛聽你愛唱 對 但最主要是你有餵食道逆流 對 你有餵食道逆流的問題 有 從哪裡開始 氧氣不能少 我們公司教育訓練 都是我在做的 所以跟氧氣有關的東西 我應該 收入了不少資料 是 請出第一題 好題目 A心臟 B大腦 C肺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B B 請準備 好題 只花了15秒 非常好 你斬釘截鐵的 自信滿滿的 請解釋一下 因為大腦你需要人體 最少25% 就四分之一以上的氧氣 而且你知道 身體所有的器官 每個器官跟免疫系統 各種的系統都需要氧氣 所以這次你大腦 如果用了很多氧品 譬如說你壓力大 失戀 大腦需要的氧氣 就超過25% 這時候你就很容易會蕁麻症 或是腸胃會有問題 因為你的免疫系統 所以 難怪 因為我也只知道 大腦需要25%以上的氧 肌膚需要7%以上的氧氣 我相信心臟跟肺應該會 沒有到25%這麼多 很漂亮喔 第一題 請介紹 好棒 好棒 好 在我們人體當中 其實大腦的重量 只佔了我們人體的2% 電下的耗氧量 將近四分之一 如果你進入熬夜的狀態 或者是你極端的用腦的狀況之下 然後它的耗氧量就更高 可能會達到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長期沒有好好休息的話 造成大腦的耗氧量增加的話 很可能會導致失智症 不過除了大腦之外 其實心臟耗氧量也是很高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器官 其實它對於缺氧的狀態 也非常的敏感 就是我們的視網膜 一旦缺氧的時候 視網膜也容易影響到 我們的這個視網膜的健康 甚至會造成你視力的衰退 第二題了 來 來個夫妻關係學 談戀愛多久結婚了 談戀愛大概快兩年才結婚 但我們在談戀愛的第一年的時候 完全就是每個禮拜吃飯 但是沒有太多的表達好感 或是問太多的事情 所以到一年的時候 我曾經以為它是同性戀 我原本以為它那個黃金單身漢 大概是個黃子 因為我找得還OK啊 那你都跟我吃了一年飯 但是你完全沒有表達 你真的要認真追我這件事情 所以一年之後 她可能也不知道 妳對她有好感吧 每個禮拜吃飯 怎麼會沒有好感 都吃了一年了 她還不展開追求 你看看 夫妻的關係 她是如人飲水 每一個夫妻相處的方式 沒有公式可言 但是真的是要自己 對不對 心對的心的 對 來 看看會出什麼樣的情況 來 根據日本調查 在新冠病毒的影響之下 有兩成的夫妻局的關係 有所改善 最主要的原因是 A.N.I.頻率增加 B.一起吃飯的頻率增加 C.對話的機會變多了 我的答案是 C.對話機會變多 妳說定 A吧 因為其實你一起吃飯 你的對話也會變多 然後你一起做很多事 對話都會變多 吃飯只是你對話變多的 其中一件事情 但你會花很多時間 一起吃飯一起看電視 一起去採購 跟一起顧小孩 甚至一起恩愛頻率增加 這些都跟對話有關 對話是最大的一個狂況 妳是這樣想的 我剛剛想的就是 吃飯不一定要講話 他們不見得會一直講話 對 不見得會一直講話 如果你都一直在一起的話 好像也不會一直講 對啊 對 因為你平常可能會 難道你曾經沒有跟 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非常好的 手帕交 在同一空間裡面 事實上 那一個小時你們只講八句話 可是你們都在客房做的 沒有嗎 吵架的時候就不說話了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Dennis為什麼不舉 因為我覺得是A 愛愛的頻率增加了 你有聽過一句話這樣 make up sex嗎 make up 就吵架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一切就好了 我跟你講 這件事是最錯誤的事情 真的不要相信 床頭草床尾和這件事情 真的嗎 會翻臉 我有一次我老公就 硬想要幹 我就跟他打翻臉 然後就跟我慎重的道歉說 對不起 我以為這句話是真的 我說沒有這件事 女生是很kimoji的人 我們必須情緒好 才能夠有A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這件事 你會把女生給爆嗎 冷靜 真的沒有這件事 親愛的男生們 因為我也覺得 一起吃飯的頻率增加 但有可能 不見得會一直講話 因為你兩個人待在一起 你有可能 也沒有跟別人 碰到什麼其他的事情 然後你也不知道 跟他講什麼 對啦 然後 而且 兩個人碰在一起 也有可能會有摩擦 或吵架或是什麼的 有摩擦對話就變多 因為你會吵架 而且女生吵架 他滔滔不絕 我們對話的機會 對話不就是好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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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也有道理 又能一直吵架 好 罵人也是 罵人也是對話 好 請揭曉 OK啦 這樣OK 因為吵架也吵架 對話 對 吵架也吵 對話 好 先告訴大家一個小知識 其實在每年11月22號 是恩愛夫婦日 因為在日文裡頭 1122聽起來 剛好發音跟恩愛夫婦就很像 所以在這一天 大家就會故意特別 在一起來慶祝 不過其實在因為 新冠肺炎的影響 讓這一年有很多的夫妻 在一起的時間變多了 因此能夠講話 溝通的頻率也增加了 也讓有將近兩成的仁正為說 彼此的感情因此變好 而第二名呢 是增加了他們吃飯的頻率 第三呢 則是 丈夫做家屋的比率也變高了 在丈夫幫忙做家事 當然呢 夫妻的感情也會變更好囉 一問在巷子口了 妳還有兩題才超越自己 那就 再加油 第三題 往下走吧 家電熱銷 出個題目來 電商業者進行調查 除了防疫用品 和即時料理之外 哪一種家電最熱銷 A 電玩主機 B 空氣清淨機 C 電冰箱 這題目有意思囉 妳那麼愛買小家電 應該會知道的 我的答案是 什麼 C 電冰箱 電冰箱 你說的 什麼 疫情期間大家待家幹嘛 煮菜 對不對 幹嘛 打電動 所以A的可能性極高 再來就是因為 空氣 對 是一個最大的疑慮 對 新冠肺炎 空氣一定要好 第二個 太吸引人了 妳極可能會出手買這個東西 好 妳選電冰箱 因為吃飯的機會多了 吃飯機會多 然後妳終於有個合理化買一個 比較高單價的家電 可以跟老公說 因為我要煮很多菜 小朋友一起吃 那如果是電動玩具的話 單價還好 而且正常你已經買了電動玩具 你不會在疫情又特別買 空氣清淨機第一個單價低 而且在之前 PM2.5時候應該已經買齊了 不會在這時候再換 好的空氣清淨機不便宜 但電冰箱更貴 這時候就會合理化買 因為你看它的那個即時料理 料理這一塊其實 做料理的家電很多 那你就要儲存電冰箱 好題目 覺得他答對了舉手 有意思喔 這裡有意思喔 這裡真的很有意思喔 只有他一個人舉手 只有你認同他的說法 對 認為是電玩主機的舉手 三個 我就是排隊十個月那個人 我就是排隊十個月那個人 從音樂等Switch來到現在 趕快要入手 妳呢 郭靖淳 你看最近大家都在買 對不對 這大家用來 我大家可以選這個喔 來 白俊 從一月的時候 Switch就很搶手 對不對 然後這個月呢 PS5很搶手 對不對 一整年都是電動玩具 很搶手的消息 所以我認為是電動玩具 妳選空氣清淨機 對 因為就是我們不管在外面拍戲 或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身上 就有 不管是大台或是小台 都會被單身上 對那種 我覺得那種隨身的 在路上有很多人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也有可能 但他們剛剛說的那個Switch 真的是好像也是 爆炸多人買 而且電名箱太貴了 這是開源節流嘛 對不對 比佩馨又覺得自己很孤單 我會啊 我真的覺得她的邏輯還不錯 我們是一起的 因為其他兩個東西 我覺得是有替代品的 手遊可以取代電玩主機 手機就可以了 空氣清淨機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更缺 或者是酒精這些東西吧 對 那在家的時候 如果真的不行還是戴口罩 還是可以取代啊 到底防疫用品跟機師料理之外 哪一種家電最熱銷 請揭曉 是不是電冰箱 是吧 我老實說我被淘汰了 因為我真的想都不會想到電冰箱 好 疫情期間賣最好的 當然是衛生紙還有乾洗手等等 成長了十倍之多 不過要告訴大家呢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長很多 就是這些即時 可以即時加溫的這些食物 那因為這些食物你買回家 當然地方可以放囉 所以當然這個時候呢 電冰箱就增長了一波買氣 長了七成 那除了電冰箱之外呢 其實包括了任天堂啊 大型電視啊 其實買氣也很旺盛 好了 好 來 第四口 維多利亞的婚紗 維多利亞的婚紗 小心喔 好喔 請注意 結婚要穿白色婚紗的風潮 是受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 請問白色象徵什麼 A 財富地位 B 純潔神聖 C 信仰虔誠 我的答案是 B跟C太像了 C C嗎 對 確定 白色 B太直觀了對不對 對 B太直觀了 但應該也不會是財富地位 不好說 不好說 因為白色如果蕾絲 對不對 當時那個手工 他其實是貴的喔 對 但白色你可能也會有麻那些 他沒有講款式啦 他只說顏色 我在想 就像我們代表帝王的就是金色 黃色 對 對不對 黃色 金色 或許白色當時應該是貴主才能使用 你要把它弄成純白 不能改 對嗎 第一個我是刪掉B啦 我是AC在拆 是不是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很糟了 我覺得好像可以 應該是A B跟C其實有點接近對不對 神聖跟宗教信仰其實應該有點接近 正確答案是 財富地位 好 其實在過去 澳洲他們在做婚紗的時候 最討喜最多人喜歡的顏色 是紅色 但是在1840年的時候 維多利亞女王大婚的時候 她穿了白色的婚紗 那這個白色就變成了 很多有錢人喜歡用的顏色 主要原因是婚紗其實一輩子 幾乎就穿了這一次 那這個婚紗做好了之後 當你在婚禮的當中 大家可能會唱歌 跳舞 喝酒 是很容易不小心把它給弄髒的 你想能夠穿白色的衣服 不怕把它弄髒 當然就是有錢人 才能夠做出這樣的行為 所以後來只要是有錢人 他們都會穿白色的禮服 彰顯我根本就不在乎這件衣服 弄髒的那一種土豪感 我現在什麼都聽不進去 好 那我們就不要聊了 送一個禮物來聊表情 好 我們要送個劉怡心的是 Lazy Susan 空氣炸鍋加上刀架珠 最有超大容量 切炸 紅烤 燒烤 烘焙 乾燥 脫水無大功能 自動旋轉料理 高速必有美味又健康 還有智慧多功能的 滅菌磨刀架 烘乾 殺菌更安心 裡頭還有隱藏式的磨刀器 讓你切菜被料超輕鬆 非常好 Lazy Susan 好 厲害 好 比賽回合的四個賽 第二輪四個賽請準備 請看第一個提示 武狀員必考什麼 武狀員要考的事情太多了 武狀員必考什麼 第二個提示 再看示範 橋關扛點 還有 郭英辰 答案是 武狀 這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這題也太針對了 好 對 你答對的意思 從高雄上來總要對不對 好 還是要登上去一下 那我也從高雄上來 對 好又回來了 好了 可以了 他也不見得對 舉重答對名 答對 來 怎麼說 空酒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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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酒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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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姓淳的世界紀錄 太針對了 恭喜 好 至少要贊助力 請郭姓淳就位 漂亮 恭喜 郭姓淳同學 福人大學體育學系畢業 現在是國訓中心的舉重選手 舉重國手 有沒有 四度奪得的世界 舉重的錦標賽金牌 所以你拿過四名金牌 還有一面里約的銅牌 銅牌 人生的第一套題目就要出現了 現在的心情是什麼 我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跟相親比起來 還沒有相過情 還沒有相過情 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 你的男朋友不能永遠是槓鈴 對 先拼明年的冬年奧運 對 好不好 請公布他的題目 來喔 人生的第一套題 舉重台灣之光 這不在話下 世界紀錄保持人 禮約奧運亮點 那一年得到了銅牌 是 這運動很受傷 他經歷過受傷的心理傷害 早餐來一份麵包 未來想在母校台東體中 台東體中的附近開早餐店 他竟然有這個想法 我想這想法 未來還是會變 對 甄嬛細節考 因為你看甄嬛也太容易 對不對 對 公鬥劇是看的 鋼琴經典樂 他很喜歡彈鋼琴 這個想不到吧 不要以為這樣... 他是不是都喜歡大吉樂 喜歡那種利於美 沒有 每天水煮蛋彼池 送禮球賣麵 手把他是愛到不行 是吧 對 好 好 從哪邊開始 就先從里約奧運好了 那是妳的第幾面牌啊 那是我第一面奧運奧運這樣拍 第一面 對 我有題外話 奧運可以... 紅牌可以拿多少錢獎金 國王獎拿多少錢 我記得人是500 紅牌就500 那金牌得了 那一年有加碼 那一年剛好有加碼 我以為剛好是第一面 那時候其實還滿有希望 可以拿金牌 結果自己狀況沒有很好 所以就拿了銅牌 差一點點 那應該是我自己的 那銀牌就... 銀牌就1000了對不對 對啊 銅牌500 那銀牌 如果加碼的應該有 對不對 那金牌就1500咧 沒有 那一年加碼到2000 2000啊 2000啊 好... 早知道當初就不要學主 是不是學... 沒有 第一奧運的亮點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B 超級瑪利 請鎖定 妳剛剛有看到對不對 那時候新聞很多 那因為我前面有進場 然後看到我們很早就離開了 可是因為有... 閉幕室你們不見得要參加嘛 對 可是妳有拿牌 沒有要參加嗎 不是有拿牌的都要 因為我學姐拿金牌 我學姐拿金牌 所以她要長期 所以我們舉重隊就跟著參加 超級瑪利喔 送分題 請介紹 好 206年禮月奧運閉幕式上呢 當然就是要接棒給日本的東京奧運 那結果當時呢 這個奧運的主辦單位呢 就有建議說安倍晉三啊 我們在拍這個片的時候 結合一些日本有名的次文化 比如說呢 這些非常紅的 還有Doraemon啊 Halo Kitty啊 超級瑪利歐啊 跟足球小將益 所以最後就建議安倍晉三 扮成超級瑪利歐 最近安倍晉三自己才說 他自己一開始還滿抗拒的 他就講說 一個一國的總理 扮成超級瑪利歐這像話嗎 但是他後來還是被說服了 結果當時就是讓他變成瑪利歐 在水館裡頭呢穿越 然後直接從禮約變到日本去 結果他說當時在拍的時候 他是在水館裡面待了十幾分鐘 不過他覺得算是一個 滿有趣的回憶 後來事實證明喔 圈粉無數 來 第二題 舉重台灣之光 你的舉重的名聲 已經非常非常的響亮了 也應該再舉個 再舉個兩三年都還沒問題 對 對不對 還沒問題 你現在中風正好 對 現在中風正好 來 舉重台灣之光 請助理 請問奧林皮革委員會 通過在哪一屆奧運 將女子舉重列為正式的運動項目 A 倫敦奧運 B 亞特蘭大奧運 C 雪梨奧運 我的答案是C 雪梨奧運 請說定 雪梨奧運是2000年嗎 2000年 是不是2000 2000年 所以那妳當然知道啊 妳舉重舉了二三十年 怎麼會不曉得 還沒有 私底年 我是參加過那個倫敦奧運 那因為我們教練很常 跟我們講一些歷史 所以就對這影響非常深刻 雪梨奧運 應該 直接擠了 太豐富了 妳今天拿到奧品回家的機率太高了 好 這是女子舉重 是在1940年代的時候開始盛行 那麼到1984年的時候 終於開始有女子舉重的公開賽 不過當時只有十二國有來參與 那麼一直是到1997年的時候 他們才討論說 該不該把女子舉重 加入到奧運的項目裡頭 一直到2000年的雪梨奧運 才正式有了女子舉重的項目 妳的舉重這樣子 能抓一百多公斤 其實 以後愛妳的人其實很會很 很惶恐 因為妳一次也會把人舉起來 是不會啦 公主抱歉吧 因為一百多公斤的男的 並不太多 隨便妳弄起來 在那邊轉還幹嘛 對不對 大車輪還幹嘛 陳哥示範一下 好想看喔 好想看喔 想看... 沒有 冷靜 選手喔 那邊隨便 因為他受傷 我們就變罪人了 對不對 應該是你受傷吧 對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 李佩勳讓他抱一下好了 我給他抱好了 一萬在巷子口了 每天水煮蛋好了 這個是 老師教練的要求 對 他都會有一些建議跟定名 對 而且每天搞不好要吃兩顆喔 有時候 對 大家要看了 看我 因為我早上每天都會量體重 妳要控制體重 才能在那個量級待著 對不對 就是也不能超過太多 那如果你瘦下來 就很屌嗎 可能瘦不下去 運動量大的時候會吃很多 我也沒別的意思 我也是 我也瘦不掉 每天水煮蛋 謝謝主題 請問用什麼方式可以煮出一顆完美的水煮蛋 A 冷水下鍋 B 沸水下鍋 C 先泡鹽水再下鍋 C 先泡鹽水再下鍋 好題目 三分鐘了 剩下三分鐘了 我的答案是 A A 請說定 這題想留比較久喔 對 妳在想妳在考慮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有餐廳 所以都是他們煮 不是自己煮 從來任何一顆水煮蛋 就不是他煮的 這怎麼可以烤他 不是 不是 我們自己煮 還是要知道他怎麼煮的 還是知道我 不用我自己煮還是要知道一下 合理吧 可以 就 因為B不可能 因為熱水的話 因為蛋全 待會會爆 對 所以就A跟C選 泡鹽水 泡鹽水 沒聽過嗎 泡鹽水 你知道 他起一個電話 冷水下鍋 請揭曉 國外是要1萬元智慧新筆 很多人愛吃水煮蛋 不過我們要教你怎麼煮 切記不能夠廢水下鍋 因為廢水下鍋的時候 這個蛋殼很可能會因為 溫差極致的改變 所以蛋殼就會有裂縫 一旦蛋殼裂了的話 裡頭的蛋白就會流出來 就會變成一鍋蛋花湯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冷水下鍋 讓裡頭的蛋白蛋黃 跟著外面的水一起慢慢的加熱 那如果你是想要吃全熟的水煮蛋 建議煮個十分鐘 如果你是想要蛋白熟 但是蛋黃還有一點半熟的狀態 煮六分鐘就OK了 可是很重要的一點是 拿出來之後 一定要趕快泡到冷水裡面 否則這顆蛋會繼續 慢慢的用餘溫再加熱 到時候你的整顆蛋 就會變得硬方方的 努力一下再三題看看 答標 答標 這可以很輕鬆 來 差不多該吃一下瘦吧 還是 保險 這運動很受傷 這運動很受傷 什麼運動 商品是運動員最大的煩惱之一 期刊研究發現 進行哪一項運動 受傷的機率是最低的 A籃球 B足球 C重訓 我的答案是C 重訓 請鎖定 重訓相較之下 高手們為什麼吃到機率最低 好冷蓋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項目 其實他們都是需要重訓的 然後讓你有足夠的肌力去支撐 你的一些關節 如何 膝蓋 肩膀 五四頭肌 對不對 對 像其實我們 如果肌群強的話 其實很 就會去支撐跟動的重量 盡量減少那個關節的受傷 像我們聚眾 對 而且我是後來才知道 原來肌肉會流失 對 我以前都不知道 自己打了一個半天 肌肉是會流失的 因為我們教練也是 教練 肌肉流失 蠻嚴重的 你教練的肌肉流失 為什麼你笑得出來 你大概在開心什麼 沒有 就很像講那種壞話 請介紹 來的動作 謝謝 再一提 你就是今天的紀錄保持人 蕎麥麵 挑戰... 你喜歡那個蘸醬這樣子 對 對不對 喜歡蘸的感覺 因為我們之前去日本 一地區的時候 就有看過他們 在做的過程 就是直接 就是可以吃這樣 就很特別 拉麵呢 香蕉之醬 對 麵食類 其實都還滿喜歡的 對 那蒸飯麵呢 很好吃 不會怕活 不會怕活 那幾出題 請問日本人 什麼時候會送蕎麥麵當禮物 甚至有專有名詞 來形容這件事 A 新婚 B 升遷 C 搬家 我的答案是 什麼時候會送他當禮物 2分10秒 2分10秒 B 升遷 請鎖定 猜的 這題猜得夠久 可是要怎麼猜的 我們大概知道 喬遷嘛 喬遷 喬遷 喬遷是 漢字 是我們的說法 對啊 喬遷是班家 喬遷是班家 對啊 喬遷是班家 你是不是也搞錯了 因為看到那個籤 你看吧 你這邊那個籤 你看吧 喬遷吧 被我猜對 請揭曉 你完了你 瘦吧 搬遷 正確答案就是 搬家 好 這個習俗呢 也是起源於 日本的江戶時代 那當時呢 就有這種 喬遷 蕎麥麵 那蕎麥麵呢 當初啊 只要有人他搬家了之後呢 他就會拿著蕎麥麵 去分送給附近的鄰居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蕎麥麵 又細又長 代表呢 我跟你之間的關係 也能夠像這個蕎麥麵一樣 長長久久 永宜長存 那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 蕎麥麵很便宜啦 那所以呢 現在啊 其實還是很多人 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不過呢 有一個轉換的變化是 比較不會拿著蕎麥麵 去送旁邊的鄰居了 比較常是邀請朋友啊 或家人一起到家裡來 來吃蕎麵麵 送禮物給他 來 送給他 來 送給他 好 我們要送給郭聖淳的是 Let's Go Young 育炎其機保溪五件組 全方會頂級 奢華保養品五件組 從清潔到保養 依次搞定 食藥裡頭有 腳類和酵母萃取 主打終結肌膚老化 提升保濕力 使你的肌膚 保持彈性 好啦 你的肌膚的美麗 要靠我們幫助了 對不對 你的肌肉的強悍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好不好 希望你也是會是 我們舉動場上 一個美麗的焦點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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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回合的 這次賽 第三輪的資格賽 會不會又是最後一輪呢 請看第一個提示 古文人稱燕子 古代文人稱他叫燕子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超足遊戲 我才好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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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 是賤子嗎 是賤子嗎 你在問我嗎 你賤子的賤子 他是一種超足遊戲 賤子答對沒有 答對 太厲害了 幫高雄來 對不起 幫高雄來 顏柏俊 恭喜顏醫師 請就位 顏柏俊同學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畢業 目前是高雄極光美學 診所的院長 還沒結婚 結婚了 婚姻的關係還在 還在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問 對不對 你就問一下說你離婚了嗎 就不好了嗎 對不對 有小孩 有一隻寶貝狗兒子 所以是跟老婆已經講好 就是不生了 目前是 傾向 傾向 對 目前就是一隻寶貝狗兒子 有沒有呢 就是 對 就是 因為那個 聽說是個發豆嘛 對 發豆 對不對 養了五年了吧 對 五歲多了 所以快六歲了 來看一下人生的第一道題目 三分鐘 藥術隊的有 只有三分鐘 第一 醫師交保養 因為是醫美醫師 運動球鞋 logo 因為有收集 耐克球鞋 也有旅遊免簽證 他一年到出國四到六次 所以現在的他應該快崩潰了 狗狗好主人 他養了五歲半的發豆 荷蘭傳統們 因為他舉同來荷蘭旅遊 非常喜歡荷蘭文化 日料好評比 你喜歡吃日本料理 漫威最終回 他把漫威全看完了 潔癖喜香香 他就剛好有潔癖 從哪裡開始 就狗狗好了 寶貝狗還隻嗎 起初題 根據國外研究 以一隻三公斤的小狗來說 狗胖一公斤 相當於是人類胖了幾公斤 A 10公斤 B 20公斤 C 25公斤 我的答案是 B 20公斤 請鎖定 有沒有那麼多 看幾歲 一隻狗狗吃 所以牠三公斤的話 胖一公斤等於是胖了 三分之一 那以大部分的 比如說女孩子 或者以我為例好 以我為例 我現在大概就60出頭 三分之一大概20公斤吧 你才60出頭啊 差不多啦 60出頭 我們兩個可以 減出一個小孩子 這小孩子多大 30公斤 那應該是 國小 好 不然呢 那是搶保中的孩子 你是照這樣算的 這樣合 這麼推的 這樣算一公斤 胖一公斤不得了 所以你是說 狗要胖一公斤 其實變沒那麼容易 這個意思 沒那麼容易 但其實也是要 要積極控制 有一些狗 比如說像發痘 牠先天上的脊椎啊 髋關節 可能會有一些先天遺傳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真的也是要好好控制 尤其怕痘真的是你只要 東西把牠面前 牠就把牠掃光 好了 狗胖一公斤 相當於人胖20公斤 是嗎 來 起雞腳 很好 漂亮 謝謝 恭喜 好 雖然聽起來 胖一公斤好像還好 但你想喔 一隻三公斤的狗狗 胖了一公斤 等於是牠體重的三分之一耶 所以我們換成人的一個概念 就像是一個 一百六十公分的女生 突然胖了十八公斤 或者是一個一百八十公分的男生 胖了二十二公斤 這一世之間胖很多 當然身體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就會造成狗狗啊 容易會有心臟的疾病啊 糖尿病啊 高血壓啊 等一些零零多多的疾病出來 因此這個幫狗狗體重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否則狗狗很可能就會因為過度肥胖 壽命減短二點二點五年 一百八十公分像我們這樣 突然間增加了二十二公斤 本來身體狀態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減二十二的話是六 是八 不可能 太遙遠了 太瘦了 不好看 因為我也受過你知道嗎 那沒什麼問題吧 我受過 我小時候看你節目長大 第二題 不想聊 第二題我選旅遊好了 旅遊免簽證那個 對 旅遊免簽證 每年都要旅遊四到六次 那你今年不瘋了 快悶壞了 真的快悶壞了 所以聽到可以去日本 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目的真的不是為了要 不是為了要坐飛機 是為了要很放鬆心情 因為平常在台灣工作 其實也算是高漲 高壓 在醫療業的話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C 飛機 請說你 我們到科威特柬埔寨 還是需要簽證的 是吧 對 我想中東那個地方 還滿危險 應該是要簽證 這個題目就是像剛才 就是一個 對不對 度假的地方嘛 這個就 No 公平 請介紹 好 到了2020年 哪一個國家的護照最好用 第一名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啊 證照全世界191個國家 都會通 都不需要簽證 那麼第二名是新加坡 第三名呢 則是德國跟韓國 有189個國家免簽 台灣呢其實也挺厲害的 有146個國家都免簽 名列第32名 同時喔 其實台灣人呢 到了斐濟區啊 你可以有120天 都是在這個當地停留 不需要簽證的 一萬的巷子口囉 一萬 一萬 荷蘭傳統門好了 醫美醫生 你就不想選那個叫保養 你就把它掛在那裡就對了 我超喜歡荷蘭這個地方 所以 拼拼看 你去是阿姆斯特的 對 阿姆斯特的進出 荷蘭傳統門 起 注定 荷蘭傳統民節的大門 通常會坐得很小 請問這個原因是什麼 A 害怕惡魔入侵 B 防氣候潮濕 C 假裝自己窮 漂亮 我的答案是 兩分鐘 A好了 A好了 請說定 他有A好了咧 這真的是猜的 害怕惡魔入侵 你怎麼不猜假裝窮咧 在我看來 荷蘭不像歐洲的大國 比如說德國或者是法國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很有錢 假設沒那麼有錢 也沒必要假裝窮 我們今天有一個題目 是門面的大小是瞌睡的依據 有沒有聽說過 所以你們會把門做得很小 家裡做得很在場 然後他睡 收個睡 你門面做得很大部分人家 大部分人家睡比較高 大部分人家 有意思吧 因為關係到一萬元智慧是一 請揭曉 正確答案就是假裝自己窮 其實過去荷蘭人他們的大門 就會變他們課稅的標準 當這個門越寬的時候 他要課的水就越多 所以這些有錢的荷蘭人 他們也賊了 那我就故意把門做得很小很小 那他們就認為說 門大才有辦法進很多的貨物進來 就可以賺錢 那我把門改小 然後我的貨就從上面天花板 用一個懸吊的東西把它調進來 所以後來 都已經知道荷蘭人 會有這樣的作為 當然政府就有新的政策 他們就說 只要你整個房子越寬 我就直接幫你課重稅 所以後來荷蘭人 他們的房子都變得 都窄窄長長的 就是避免被課稅 邀請的都是採訪經驗豐富的 奧運軍團 他們要來比拼一下 我們對奧運的狂熱 一起來歡迎大家 今天是陽勝陰衰的畫面 就這麼一朵花 倫敦奧運播報者 蓮佩佩 妳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華視主播蓮佩佩 第二位是北京奧運的採訪者 楊振磊 哈囉 我是振磊 第三位是雅典奧運的採訪者 徐展元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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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位是北京奧運的 跆拳電軍 蘇立文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都代表不同國家 再來是禮約奧運採訪的祖雄 嗨 另外最後一位是第一次來的 北京奧運的隨隊隊衣 林宋凱醫師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林宋凱 我們參對這個 這次東昇特別轉播的這次奧運 所以我們這個主題這次的族群 也特別找到了跟奧運有直接 都是有直接關係的 祖雄你去採訪過這個很奇妙 一個直播的APP 找我去那邊採訪那邊的比賽 然後你去做這個現場的 很像球評一樣的 對 你是哪個比賽項目 桌球還有羽球 桌球羽球你也都會 對 剛好因為羽球是我們的國球 是馬來西亞的國球 對... 我都忘記你是馬來西亞人 大家難得今天這個 蘇立文跟林宋凱醫師 兩個都第一次來 你最難忘的一次的奧運回憶 最難忘的奧運回憶 2008年北京奧運 就是你得電軍那一次 對 其實那一次很像你不只是 電軍的實力 很像怎麼樣 我覺得你明明是零排或銅排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對 我也這樣覺得 好可惜 非常可惜 我覺得奧運對我們選手來說 就是很像一個運動的終點 最高電場 所以那種印象就是 每一分每一秒 你回顧的時候 都還是會 印在腦子裡面的 那個對一怎麼說 也是第一次來的 你最難忘的一次奧運回憶是什麼 我最難忘的奧運 就是蘇董的這一次啊 2008年的北京奧運 我看到他那個倒下去再站起來 倒下去站起來 我覺得 即使在台灣的民眾 到現在應該很多人 都還是會記得這一幕 然後眼眶 含著淚這樣子 看著他在站起來 那種堅毅的表情 好像護送國旗 過四行倉庫一樣 比那個還激動 所以那個眼神 你去 你現在在網路上 在看到他那個照片 就恨不得要把對手給殺了 希望各位今天能夠 能夠滿載而歸 好不好 好 歡迎一下我們這個華麗圖書館 相當華麗的這個陣容 最高級最華麗的研究員 蔡上華 大家好 我是你研究員蔡上華 今天現場的來賓 你要不是奧運選手 就是奧運的採訪者或隊衣 每一個人都跟奧運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今天的資格賽 也特別不一樣 我們特別請到了 追檢東京奧運的選手 來出題 要考考他們奧運的小常識 答對的人才能夠到台前 開心你的個人 真實體庫 就看看今天 誰能夠搶大獎囉 最後我們這把時間 交給他愛看球 貴打球 最有運動家精神的 櫻木花拳尊館長 準備 進行我們今天的奧運 小常識的資格賽 先看一下我們的第一個影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東京奧運 拳擊項目參賽選手 陳念琴 今天由我出題考考你 張大你的眼睛 小心看 好 他出來的選項 分別有滑板和霹靂 第五 聽好我的題目喔 題目是 請問 哪一個比賽 是本屆東京奧運的新增項目 請搶答 朱布修 滑板 好 滑板答對沒有 恭喜 東京奧運將有五大新增的項目 分別是棒球 滑浪 空手道 滑板跟運動攀登 這是這五樣 而2024年的巴黎奧運 就有增加了霹靂舞了 到時候娛樂效果就更高了 祖雄恭喜他 進入我們的攻略賽囉 祖雄同學 馬來西亞科學大學 保健營養系畢業 對 看這集我莫名準備了 什麼不一樣的內容 來開門看一下 主持人看到沒有 它是運動防水的耳機 肩頸溫熱按摩飲電 五萬大獎 電動輔助自行車 十萬大獎 迪士尼美語互動英語教材 親子居家手指 三萬大獎在中間 是個投影機 非常高畫質的投影 可以投影在任何地方 你有五分鐘最充裕的時間 加油 好 請公布 第一題 李悅嘉年華 當然 你剛說過 參與了2016年 李悅奧運的活動直播 桌球明星隊 你是隊長 而且還得過冠軍 下廚用高湯 他會做菜 他也投資過西餐廳中餐廳 對不對 對 香油條香酥脆 你特別喜歡 中華傳統的那種 早餐豆漿燒餅 對 而且油條也可以沾肉骨茶匙 油條也可以沾肉骨茶匙 一流 刺身生魚片 喜歡吃日式料理 尤其是沙西米 影片吸睛法 最近專心建議自己的YT頻道 天價名球鞋 你也有在收集 拍照肉齒笑 這是最滑稽的 拍政見照肉齒笑 所以他照片全部都不能用 笑死了 來 從哪邊開始 好 我就是從那個 跟奧運相關 桌球 桌球明星隊 你是台灣的 還是馬來西亞的 桌球明星隊 我是在台灣辦了一個 藝人桌球明星隊 那你們的成員有些誰 我們的成員 有陳詩安 林凡 桌球明星隊會做什麼 請主題 打桌球益處多 根據研究 經常打桌球的人 比較不容易有什麼身體狀況呢 A 老花眼 B 阿滋海默症 C 性功能障礙 老花眼阿滋海默 我的答案是 A 老花眼 鎖定 你用眼睛 就直接用眼睛 對眼睛的去想 桌球要打得好 不容易老花眼 對 我剛才在掙扎的是 阿滋海默 因為它對腦部的這個 應該也是會有幫助 所以我剛才在掙扎 A B 對 這兩個應該都是選項 性功能障礙 性功能障礙 這個是不是來鬧的 這個 因為那個球速很快 我真的有錄影 我們這樣打球 平均每一顆球的速度 就不會是高於一秒 每一個球 來回都是低於一秒 因為像我也有打羽球 我們就在討論說 到底是哪一個強度比較高 但就發現 最後我就發現說 因為桌球的來回速度高 所以你腳步移動什麼 你的心率一定是比較高 羽球的每一個球的來回速度 都大概是一秒以上 但桌球的一定是一秒以下 是不是老花言 對它會很有幫助呢 來 起腳 漂亮 好 今天就有桌球教室 特別打出打桌球 防禁室這樣的一個廣告 後來眼科醫生就告訴大家 打桌球能夠防禁室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你可以脫離3C成品 跟書本稍微讓你的眼睛放鬆一下 但真正打桌球能夠防的是老花 因為在打桌球的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球 它不斷地快速移動 一下近 一下遠 所以你的這個聚焦的眼睛的狀態 是可以訓練到我們的結狀肌的 因為可以讓它一向收緊 一下放鬆 所以其實對於稍微年紀增長 而且結狀肌開始退化的人 它的確是一種還滿好的訓練運動 恭喜 來 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我要選是 李約嘉年華 來 出題 最早的巴西嘉年華會 可以追溯到1641年 請問當時是為了要慶祝 什麼而舉辦的呢 A 糧食豐收 B 國王生日 C 戰爭勝利 1641年 問神啊 這個 1641年 這怎麼知道 我的答案是 B 國王生日 鎖定 猜的啊 對 1641 那時候應該是葡萄牙在殖民 所以應該是 1641是葡萄牙殖民 你都曉得啊 應該是 我推測回去 應該是那時候葡萄牙在殖民 然後所以葡萄牙怎麼了 殖民的話應該不是戰爭 應該被殖民的話 沒有什麼戰爭勝利 所以我先刪掉的是戰爭 但是糧食豐收跟國王生日 都有肯 國王生日 是1641年延續下來的原因 就是他舉辦嘉年華為的原因 是嗎 請揭曉 厲害 好 大家想到巴西 最有名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足球 另外一個就是嘉年華了 那麼裡面嘉年華呢 其實是起源於 當時是葡萄牙殖民時期 他們為了要歡慶國王的生日 所以開始有了嘉年華的活動 而在這一天呢 通常也會跟神職的慶典 結合在一起 比較不一樣的是 往往喔 平常比較中低下階級的奴隸啊 黑奴啊 在這一天他們能夠有一個機會 可以跟主人 或者是貴族階級平起平坐 甚至會交換身分來感受一下 所以在這一天呢 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但是那種歡慶的感覺 其實是到1888年的時候 才真正的有 因為在這個之後呢 才已經解除了奴隸的制度 讓他們真正的能夠得到平等 第三題 請出題 美國大學發現 從小拍照喜歡露齒的人 十年後哪一件事的機率 會比其他人小五倍 A 離婚率 B 失業率 C 離癌率 B 喜歡露齒的人 從小 是美國大學的發現喔 離婚率 從小拍照 小學拍照愛笑 大學畢業以後他如何了 換離癌率應該我會先刪掉 離婚率跟失業率 這兩個都有可能 我的答案是 A 離婚率 我直觀是失業啦 失業率 因為 因為人笑 他基本上就能夠 就是能量比較能夠一點 當然 人家比較喜歡 他比較正能量 對啊 但婚姻當中 我覺得也是有這個可能性 就你每天跟老婆湊臉 應該 所以第一個被你槓掉 就是離癌嘛 離癌我覺得不太可能 關鍵性的一萬塊智慧心幣 從小愛笑的人 十年後的機率 什麼東西比一般小五倍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覺得是失業率的舉手 四個 你為什麼不舉 離癌率 離癌率 我以為是離癌率 他就走偏門 這是很偏的喔 這是險期啊 我們常聽到那個 那個班長會罵你說 笑什麼牙齒白 死頭百姓 所以咧 跟著什麼關係啊 所以應該就 盡量不要露牙齒笑 還不會被班長罵 你講你我們選項的是什麼 我們哪一個被 哪一個 能夠避免被班長罵 哪一個這個 敗詞 那林醫師 我覺得也是跟個性有關吧 小時候錄著詞 錄著牙齒笑 人家看起來就開心 這個是個性 修秘型 對 人緣比較好對不對 對 只要讓你猜對的話 我們就要 因為沒有人支持你 他如果猜對了 他如果真的被他 因為全都只有他一個人選 只有我一個選 他如果對了 我們稍微起力鼓掌一下 好 讓整個場面容 我怕你們坐太久 循環會不好 來 請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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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時候愛笑的人比較好命 當然你喜歡笑臉迎人 通常你的性格也是比較開朗的 而且人物以類聚嘛 所以你愛笑 當然容易吸引到愛笑的人 所以這樣的人結合在一起 當然容易婚姻幸福囉 六題 再三題就超越 而且拿到三萬智慧新秘的獎品 來 第四題 先來一個下廚用高湯 請出題 日本料理經常使用到高湯 請問常聽到的白高湯 它是用哪一種材料做成的高湯呢 A 豬骨 B 蔬果 C 柴魚片 小心喔 這個陷阱耶 我覺得這個是陷阱 這樣聽就是豬骨 柴魚片 我先刪掉蔬果好了 然後豬骨還是柴魚片 白高湯 2分55秒 好 我的答案是C柴魚片 數定 太冒險了 你這個 你一定很想選豬骨 對啊 因為白肉 然後 豬骨就是白色 你一定很想選 對 我覺得豬骨就是一個 陷阱 包陷阱 這一題很賤 一翻兩邊 對 請介紹 日本料理提到的白高湯 就是柴魚片 還好沒有搶到陷阱 在1994年的時候 可以看到日本企業 他們推出了這個 鴿烹白高湯 馬上就風靡全球 那到底白高湯是什麼 它其實基底 就是用昆布湯頭 還有柴魚片的湯頭 去熬煮的 裡頭又加了白醬油 味醂跟砂糖 那比較特別的是 不管它加了哪一些用料進去 去熬煮之後 它的湯頭顏色 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那麼在煮的時候 其實也很適合 跟大蒜炒飯 裡面淋一點白高湯 或者是炒菇去淋白高湯 大家都說 這種白高湯 它裡頭帶了柴魚片 熏製的香氣 所以這種調料 是特別不同的 我們來做 第二題 請介紹 我想先來那個 影片戲金房 請介紹 今天指出 有58%的觀眾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不好看 會在開頭多久之後呢 就會選擇關掉 A 開頭30秒 B 開頭60秒 C 開頭90秒 這個也是 2分25秒 好 我先刪掉C A B 你在猜對啊 對 我也會先刪掉C 我的答案是A 30秒 說你 我覺得A也可能是陷阱 我覺得A也可能是陷阱 因為現在的人的耐心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高 可能我自己也有試過 可能10秒之內 就把影片關掉 有這樣的人 有 所以現在在便利店的這個 結帳櫃台上面有一些很快 宣傳一些訊息的 都在10秒之內 對 請介紹 30秒還是60秒 60秒 正確答案是開頭90秒 有沒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呢 其實現在大家對影片的耐心 居然增長了 而且他們在研究的時候發現 對於一般的消費者來講 他們傾向看影片的比例是八成 超過了照片的兩成 不過比起來 如果你要闡出一個事情的話呢 如果有圖文相符的 這個照片來做搭配的話呢 消費者會更容易被你抓住研究 因為消費者的注意力非常短 只有八秒鐘 所以你希望馬上讓他看到 最好可以搭配一些 跟你講的東西 類似的圖片跟表格 那麼如果你希望 可以讓他們更加的去閱讀它的話 最好是把它拍成影片的方式 會更清楚一懂 送我禮物給你 你喜歡 好 來 今天要送給祖雄的是 日常圈貿易可超率性 加上來圖蜘蛛型三腳架套組 這是世界專利快速接環 一環多用 玻璃防反射及炫光 提供最高的透光率 超越了一般的腳架極限 可以延伸變換 雲台360度旋轉無死角 可以擴充魔術手 和手機甲 最好要送給祖雄的是 下一回合呢 吃個賽 來 全明星空略 模範時間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第二輪新攻略資格賽 我們來看一下 哪一位選手要提我們發聲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東京奧運游泳項目 參賽選手王冠宏 今天由我出題考考你 張大你的眼睛 小心看 謝謝王冠宏 他既然是游泳 就提了游泳的題目了 看好選項有 日本蛙王北島康介 以及 美國的飛魚 飛爾普斯 來了 題目是 誰是贏得奧運金牌數 最多的選手 請講答 許展元 我的答案是 美國飛魚飛爾普斯 什麼吐司 答對沒有 日本蛙王北島康介 在04年到12年 一共贏得了四面金牌 而美國飛魚飛爾普斯 他基本上 無人能敵了 一聽就超乎 04年到16年 贏得了23面的金牌 目前絕對是世界紀錄保持人 現在請許展元就位囉 許展元同學 台北市立大學運動科學 研究所的碩士 你的出賽率上壘率太高 大概有七成多打擊率 可是我印象最深刻 還是被彈出鼻子 彈一下你才知道你有來過 真的喔 我彈固我在你知道 是 彈固都沒有談過來幹嘛 對不對 還是要談一下 看來第五套題目請公布 第一題 韓式甜蜜吃 他最愛吃老婆做的韓式煎餅 哇 體貼難特徵 他半夜會獨自幫老婆買小麵棉 哇 駱駝有妙用 他們在摩洛哥度蜜月 就騎駱駝 奧運經典賽 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 隨隊採訪 最佳的鼓勵法 和運動選手的感情不錯 都會互相加油打擊 通勤騎機車 這是平常的主要交通工具 去胡耀注意 這段疫情期間 他沒有在刮鬍子 很像聽說有貼過假鬍子 很像明爭旦柯南裡面的毛利小五腦 是吧 沉睡的小五腦 沉睡的小五腦 老花整測試 他有輕微老花了 也年近半白了 對不對 是 好啦 從哪邊開始 那就 最佳鼓勵法囉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哪個選手跟你比較好 其實每個選手很多 每個 很多選手都是他們從小 比如說打少棒 我就開始播他們球賽 然後一路看到他們現在長大 然後當國手 甚至有些出國 你對他們都是從小到大的關注 對 我舉一個小小的故事好 我講非常的快 以前這個 樂天現在叫樂天 樂天桃園隊裡面有個選手 叫做陳俊秀 他在小學的時候 我播他一個比賽 他拿到大會的VP 當下呢 當時喔 我就把一個籤球 給他簽名 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在那邊寫 他還跟我說 那個展元叔叔 你這個字怎麼寫這樣 好啦 那這顆球我一直放著 放到呢 陳俊秀出國 被這個 美國職棒的球隊找去 然後又回到台灣 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他打得很不好 當時我就把那顆球 拿到他面前說 俊秀 你記不記得你小學 幫我簽過這顆球 你要回想起你那個時候 打球的心情是快樂的 來面對你回到台灣之後的球賽 我覺得我被鼓勵了 最佳鼓勵法 請助理 跟日行理諮商中心調查 青年人最喜歡父母 對他們說的鼓勵話 是哪一句 A 我以你為榮 B 你好棒 C 相信你能做好 都是不是嗎 最喜歡的耶 青少年最喜歡的耶 我的答案是C 相信你能做好 對 為什麼不是以你為榮 因為以心理學上面來講的話 你是去尋求別人的肯定 這以你為榮 對 I'm proud of you 現在青少年的心裡面 其實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為什麼要你以我為榮 我高興 我不需要有一點叛逆的心情 我相信你能做好 我為什麼一定要做好給你看 就是代表 我可以叛逆啊 我為什麼要做給你 你獲得別人的信賴 我覺得青少年尋求 包括同才 包括長輩 大家的信任 是他們所在乎的 你好棒 你不喜歡聽 你好棒 你好棒 臉書上一直按讚按讚 那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許掌員說臉書上按讚的 都不是真心的 還是歡迎大家來按讚喔 得知了很多人喔 我被你說服了 請你揭曉 希望你是對的 我覺得正好 是 來 好的 恭喜第二題 老花整測試 記住你 日文醫師提出 可以利用看什麼物品上的小字 作為測試手機老花眼的工具 A 寶特餅蓋 B 原子裡 C 鈔票 我的答案是C 鈔票 鎖定 這三個顯像的上面都有字 為什麼是鈔票 我只想到見錢眼開 這個 哪有人是選的 原因是因為見錢眼開所以 對 我是猜這個 我是猜會隨身攜帶的東西 沒錯 所以這個上面有字的 鈔票最容易取得 不管是百元 五百元 一千塊 可是現在大家都用那個 Yoyo卡或信用卡 掰 OK 掰 沒有鈔票 不要聊 就這樣子 是不是鈔票 這一個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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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電視機前面 所有的觀眾朋友 這一點真的很簡單 看看你有沒有手機老花眼 就是你可以先拿出一張鈔票 然後你用這樣子鈔票遠近的方式 看看到底是哪樣的一個距離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鈔票上面的小字 然後你看了一陣子之後 突然把你的眼睛往遠看 兩三公尺之外 看五秒鐘的時間 這個時候你的眼睛的焦距又重新調整 然後你五秒鐘之後 馬上再回來看那張鈔票的字 如果你可以在一秒鐘當中的 再清楚的看到 代表你沒有手機老花眼 但是如果你需要花費的時間 超過一秒可能要到三秒以上 你都還沒有辦法很清楚對焦的話 可能已經有手機老花眼出現了 一萬在巷子口了 展元 那我選 第三題 第三題 駱駝有妙用 直線Bingo 駱駝有什麼妙用 請主題 請問埃及的被讀因緣 曾將駱駝的妙液用來做什麼事情 此方法還流傳騙了被非 A 洗髮保養皮膚 B 防止食物腐敗 C 清洗衣物污漬 C 清洗衣物污漬 駱駝 駱駝 這三個選項真的太讓人家有胃口了 洗頭髮 我還真的親眼看過駱駝尿尿 防止食物腐敗 清洗衣物的污漬 好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A 洗髮保養皮膚 塞的 因為防止食物腐敗 你要把尿跟食物弄在一起 太恐怖了吧 你不認同 我不認同 這樣真的吃不下去 清洗衣物得污漬 你覺得穿得下去 也穿不下去 泡過尿的食物你不能吃 泡過尿的衣服你不能穿 但是洗過尿的頭你覺得可以吃 你怎麼想呢 你告訴我 我洗了再用洗髮機洗一次 洗過它再用洗髮機洗一次 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既然是 是 駱駝是生物的尿液 應該是對於保養 還是有一點關聯 洗過駱駝的都要猜的 更何況是沒騎過駱駝的大家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還有兩位信徒咧 認為是B的舉手 防止食物不難 怎麼樣 就有人敢吃 肉頭尿泡過 之前有聽過那個什麼皮蛋 有用馬尿去醃的 那是早期最早的 對啊 馬尿醃醃皮蛋 是不是為什麼認為這個來 我也是覺得皮蛋 他這一說我就動搖了 怎麼樣 佩佩 我覺得保養 也許它裡面有什麼酵素之類的 會不會 尿泡過的食物不能吃 對啊 尿泡洗過的衣服不能吃 尿本來就髒了 你去洗衣服不是更髒嗎 童子尿可乾淨了 對 尿除了它本身內含菌之外 內菌殺菌之外 它是非常純淨的水 所以C有可能 你不曉得對不對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我也是後來知道 尿是最乾淨的東西 所以尿有發炎 表示你的人裡有狀況 否則尿是很無菌的 尿是無菌的 你看 沒想到三個選項都有人選 你怕了吧 但目前為止 支持你的人比較多 這就危險了 請介紹 廢出英語的這個傳統 可能會讓大家覺得 還滿可怕的 因為駱駝它的腎很大 那排出來的尿超濃 他們居然有一個傳統 是會拿駱駝的尿 來當他們的洗髮水 那據傳其實是因為 在這個沙漠地區 本來水的資源就很少 所以也不能夠天天洗頭 常常都累積很久 才洗一次頭 所以它的頭髮上面很髒 有很多的白濕 就是那一種 在頭髮上的獅子 那據說駱駝的尿 對於這些獅子來說 可以以毒攻毒 所以他們才會拿駱駝尿 來當洗髮水 就可以去掉了獅子 同時這個駱駝尿 還可以幫助女生保養皮膚 所以到現在這種偏方 還是有人在使用的 再三級 然後奧運 來 出個經典題目 首屆的奧運馬拉松競賽 贊助商提供的第一名獎品 造成了轟動 請問這個獎品是什麼 A 贊助商女兒的婚約 B 贊助商的終身服務 C 贊助商的一棟豪宅 什麼東西啊 第一屆奧運 馬拉松 馬拉松的第一名獎品 它這個提供出來 轟動了 贊助商是哪個單位不知道 是女兒的婚約 她的這個商品的終身服務 還是她跟她一樣的豪宅 馬拉松贊助商 我的答案是A A 鎖定 女兒的婚約 A 這麼荒謬 當時那個比賽選手 已婚的選手 應該還是有 第一屆 那就尷尬了 對啊 那就尷尬 她女兒 她女兒一出來 我的媽啊 然後大家每個都跑 最問你什麼可能 大家都往回跑 有沒有 開啟跑 然後大家都往回跑 然後抓到 第一個回家的得到婚約 第一個 第一個跑回家得到婚約 你猜這個啊 你為什麼不猜別的 這一題我覺得 要走險招了 支持她的選擇的舉手 這次反而不支持啊 除了蘇立文都覺得是對 怎麼可能 再來 因為要轟動啊 我直覺就是這樣子啊 衝動 你要夠扯 才會造成 那個大家覺得說 怎麼可能 對 沒想到你能有這麼多的信徒 希望你是對的 反正已經沒有空手回家了嘛 對不對 請揭曉 馬拉中的第一名 可以得到女兒的婚約 對 對 對 好 在手機的奧運的時候呢 當時啊 對那個時候 希臘人都還沒有拿下任何的獎項 所以呢 奧運的贊助商呢 他就想說 我要來祭出一個非常厲害的獎項 讓這些來參賽的希臘人 能夠努力一點 所以他就說呢 只要能夠得到第一名 我就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同時還會再給一百萬 結果呢 沒有想到喔 最後喔 真的是一個叫做 路易士的希臘人完賽 而且呢 他跑這個馬拉松呢 他跑在三小時之內 是兩小時五十八分又五十秒 可是最後他拒絕了 他說他不要娶他的女兒 他希望呢 這個贊助商 可以給他永遠都可以吃免費的東西 還有永遠的剪頭髮服務 但是他就是不娶 第五題 沒有 第五題喔 那體貼男特徵 來 進出題 生命學認為穿戴的物品 能夠反映出性格 請問 戴哪一種錶的人 通常叫體貼即顧慮他人 A 戴機械手錶的人 B 戴電子手錶的人 C 不戴手錶的人 體貼即顧慮他人 我的答案是C 不戴手錶的人 C3 怎麼猜的 我覺得戴手錶跟人家 會刮到別人的手 像我已經很久 大概十年都沒有戴手錶了 自從有手機之後 我就不戴手錶了 希望你是對的 來 戒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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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念 正確答案是 戴機械手錶的人 像是誠哥這種戴機械手錶的人 通常他們是比較遵守紀律 不過如果是不戴手錶的人 通常比較散漫 自我主義 自我為中心 送個禮物給你 送什麼給他 好 要送給展芸哥的是 英國小麗女二代 長效無限犀利 不衰弱吸塵器 真空吸塵 一網打鏡 LED頭燈照明 以及免沾手機扇筒的設計 一推垃圾就倒出來 還有濾心機扇盒可以直接水洗 但現實的開關 只要輕握手把 自走勢車機移動不費力喔 把這個吸塵器送給毛利小五了 恭喜 來 來 請你下一回合資格賽 第三輪新攻略資格賽 應該是最後一輪 沒什麼意外的話 OK 兩位第一次來的人 果然從頭做到尾 我們來熱身 小心喔 先看看我們誰為我們出題呢 來 歡迎他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東京奧運全集項目 參賽選手黃曉雯 今天由我出題考考你 張大你的眼睛 小心看 好 他的選項有 英國和美國 英美兩國的題目是什麼 請問 截至2021年 哪一個國家舉辦過最多次的 夏季奧運會 對 請搶答 對 舒立文 好快的手腳 你的答案是 不要拍到麥克風 對不起 你的答案是 是美國 美國 答對 英國 英國 第... 第四屆奧運 第十四屆 第三屆 第三屆 美國是1904 1932的 1984 洛杉磯奧運 然後到了1996的亞克蘭達 所以他的夏季奧運 他辦了四次 也不過多一次 好 讓我們的舒立文 進行他的九龍歌功力賽 就位 好 舒立文同學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研究所畢業 跆拳到這個生涯 也應該至少超過二十年 對 應該是從國中 高中就開始練了吧 國小 國小就開始練 對 今天是第一次來 希望你到目前為止來 覺得滿舒服 很難舒服耶 真的嗎 很難舒服 對 你做的後面壓力也很大嗎 對 那林醫師怎麼辦 我一直在練手 我手還沒熱開來 對 我發現 我發現這個問題就是 太單純的人 答不太出來 語調複雜嗎 沒有 我們都稱呼很深 這裡學很深 你只有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因為它是依此地檢的 五分鐘 四分鐘 三分鐘 原生的第一套題目 今天順利的解鎖 來 請公布 看一下我們問你量身打招了什麼 第一題 不倒女王誰參考 北京奧運 跆拳道殿軍 當時就獲得 大不倒的女王 不倒女王 吃不到怎麼辦 出國比賽為了控制體重 不能夠吃當地的美食 這是最惡玩的 對不對 太熱來之兵 你曾經跟朋友合開兵店 對 那為了要控制水分 乾脆吃兵 這也是 其實這是個不對的講法 唯一文具店 他是小時候家裡開文具店的 家裡面 對文具都有特殊的情感 兒時讀偉人 因為是文具店 所以小時候 滿容易看得到偉人的書籍漫畫 對 華龍舟這不行 你其實已經在練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往後延了 對 要不然其實今年要參加龍舟比賽 神奇保養術 重視保養 所以睡前都會用保養品 難怪皮膚那麼亮 歐洲常滷落 退役之後 跟家人到歐洲 好好玩了一趟 對 你有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第一題 我先答 吃不到怎麼辦 吃不到 其實你們到當地 應該還會有時差的問題 還要調整運動的狀態 又訓練的情況 兩天三天去吃一餐 會怎麼樣呢 基本上我們不太吃 因為我們就 怕水滷不服 通常我們出國 都會留前面適應期的時間 那就最要吃啊 那一比完賽隔天就回來 你們是團進團出 對 我們就是專門去打架的 打完就回來 所以我這樣說 吃一餐不會怎麼樣 吃一餐胖一公斤 怎麼可能 不行啊 我們喝水都要站在磅秤上面 真的有這麼絕對喔 對啊 你操縱沒辦法替國家出賽 所以我們要很謹慎 吃不到怎麼辦 就這麼辦啊 來這邊當回憶療啊 對不對 來 請助理 每位研究發現 透過哪一種方式 可以讓大腦感到滿足 靜而抑制想吃美食的慾望 A 聞食物的香味 B 聽進食的ASMR C 看美食的製作過程 A A SMR 益製吃美食的慾望 我的答案是 A A A 蘇莉 你聞到味道就有食慾啊 不是嗎 可是我這樣比較起來 我就會看過程 每次看美食節目就更餓 更餓 然後聽那個ASMR 聽到會很想打人 ASMR是那個吃播是不是 對啊 咀嚼的聲音 那個我真的想打人 對啊 吃東西很大聲 我不知道那個有什麼好看的 對 我也不喜歡 可是聞到味道 你不餓嗎 我們比如說經過夜市 經過有人賣臭豆腐的 賣麵線的 你賣燒烤的 可是你從夜市頭到夜市尾 你就飽了 因為你還不知道他們吃什麼 你是法界眾生 都是用聞的 我說山去法啦 大概 大概這個可能會比較 我剛剛是BC在選 我反而沒有選 因為我聞一次聞到香味 我都會想吃 請揭曉 如果你這個對人就厲害了 我跟你講 是 奇怪 聞到香味 不是應該會更想吃東西嗎 可是美國的這個研究很特別 他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一開始聞到的時候 的確會被誘發 但是只要你聞超過兩分鐘 你就會開始對這個味道 逐漸的免疫 然後你聞垃圾食物的香味 比如說什麼炸雞 漢堡 兩分鐘之後 你突然就會很想吃一些 很健康的食物 但是如果你是聞到一些健康的食物 比如說蘋果之類的味道 你聞了一陣子之後 你會突然超想吃垃圾食物 剛好是相反的 第二集 太熱來之冰 曾經開的嘛 現在沒有吧 現在沒有了 太熱來之冰 來 處理 前三名 哪一選 我的答案是 去年 甜筒 甜筒 說起來 為什麼不雪糕 因為超商都有賣那個 甜筒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沒有 就是那種 很多就是現做的那種甜筒 那個叫什麼 雙麒麟 雙麒麟吧 對… 雙麒麟也算在甜筒裡面 對 去年民眾最愛的冰品 是不是甜筒 請介紹 我們小時候有吃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在賣 這個餅乾中間夾冰淇淋的那個 有 對… 現在還有嗎 有 對不對 我們小 因為我們年紀差不多啦 那大概是民國七十幾年才有的 好特別 我都吃那個棒棒冰 你講百集喔 對啊 可以把頭摘下來 頭 一個小頭 折的 小時候吃的時候才三塊 對… 對 現在已經是八塊了 十代的眼淚啊 你要冷靜 講得… 大家會想到父母親的 不要這樣子 我想到我爸的橘子了 來 一位再這樣子口了 來 第三題 連線啊 Bingo 那一次的受傷 其實真的受傷 而且還滿嚴重的 對 滿嚴重的 你後來應該花了大半年去恢復吧 老實說 大概 要完全恢復不太可 所以… 現在都有後遺症 一定會 一定會有後遺症 當時整個可以告訴我 他真正的全名 你的傷勢 傷勢的全名叫什麼 十字韌帶斷裂 然後… 軟骨破損 內… 內腹韌帶撕裂 腳骨骨折 腳趾骨骨折 不倒女王 加油 你的第三題 希望她是Lucky的 好 請出題 請問東京奧運主場館 新國立競技場 建築設計 是從日本的哪一座 古老建築取得靈感呢 A 兵庫縣的紀錄城 B 河哥山縣更來4 C 奈良法龍寺五重塔 他還得知道 新國立競技場長什麼樣子 1分40秒 這要猜囉 對 1分30秒 我猜 我選擇 A 記錄成 索利 妳知道新國立競技場 長什麼樣子吧 其實不太知道耶 我只知道鳥巢 對啊 那個遊戲警犯的 鳥巢啊 來 看看答案 對不對 請揭曉 各位市場 一萬元智慧新幣 正確答案就是 奈良的五重塔 要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場館 它講得滿特別的 它的地上有五層 地下有兩層 那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生命之數 而它的這個發想 其實就是來自於 耐良五重塔的這裡的錘木 所以因此它做成了一個 這個樹的感覺 不過呢 其實這個東興奧運 最讓大家津津樂道的是 其實它也是 現在唯一有辦過 兩次奧運主辦的城市 上一次是1964年 而這一次就是2021年了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標 快點來訂閱 快點來訂閱 訂閱 讚